王一博,让我怎么夸,如果不是别人口中说出这段话,想必没人懂得,一个年轻人的觉悟和三观会这么水灵灵的,充满正能量,探索心境悬崖片,可谓是王一博这部纪录片中突破和挑战身体核心理底线的精华,三天时间完成先锋开线还要悬崖吊杖露营,对于这个攀岩大佬都直呼完不成的任务,没想到王一博都挺了过来,并且完成了开线。 采访中,提及王一博,严邦老师对王一博赞不绝口,还挺佩服,更是喜欢的不要不要,能够从男人口中说出欣赏甚至大赞的人,自然是厉害的,王一博不仅掳获女人芳心,还能收割男人,更别提老少皆宜,到底有什么吸粉魅力呢?那自然就是人品和认知。 严邦说,王一博不像明星,没有任何明星架子,这已经不是一位跟他接触的人说过,平易近人,还能跟很多人玩得很好。 说到这次跟王一博合作,想不到原本完不成的事,过程挺艰辛的,遇到了暴晒,晒到脱皮,中途又遇到暴雨,出现了湿温,所以他们开线的悬崖名字叫风雨无阻。 这在正片中,却并未放大出来,反而用一种愉快的方式呈现。 由此可见,王一博这个男生多有种,不卖惨,淡化了艰辛,降低了焦虑,更多给我看的是正向的东西,传递攀岩过程中的乐趣,这都不是事。 接下来就是严邦老师被王一博圈粉的地方,那就是关于王一博签名的事,让他改观了对他的认知。 他问王一博要签名,想让他给签在一把锤子上,这把锤子在巴基斯坦岩壁上42天,为了开线,被困42天,克服困难后生还,把这个锤子交给了他,希望能够传承下去。 说没有线路就没有攀登者,严邦想让王一博在这把有价值意义的锤子上签名,结果王一博拒绝了,给出的理由,让人佩服动容。 王一博说,这个锤子的意义远超过自己的名字,我不配把名字签在上面,不但我不能签,以后攀岩咱们还得用上这个锤子,得传承下去。 听完这段话,此刻震撼了,这是一种敬畏,一种认知纬度的升华。 从王一博口中说出来,他才27岁的年龄,有这个觉悟,绝非一般人,他懂得敬畏。 谦虚,知道锤子的意义,跟自己签名的价值相比,锤子远超自己。 更重要的是他说道,要如何传承,发挥出锤子的价值。 此刻是传承两个字的具象化,有思想有内涵,还能果断清晰的指名方向,敬畏尊重还谦逊,又红又正。 不愧是我们的国草王一博,一个上交给国家的男人,果然是严选。 是不是为自己粉王一博而自豪?眼光不错,追星就是追出价值,让自己变得更好,提升自我认知。 从解约耐克到汤着洪水去灾区,从捡起地上的信仰,再到如今拒牵锤子,一件件事慢慢下来。 王一博带给我们,岂止是娱乐,更多是做人做事的品格,这个年轻人不简单,我为他感到光荣,夸不完,根本夸不完。